今天的题目是1450第一室大阪处长蔡英文谢长廷 没有责任吗 就这个事件党团有三点意见 第一点杨慧如每月上万元杨网居招请述 大阪办处处前处长苏启成疑似因关系机长事件 不堪外界强烈批评公众不利 在2018年自杀身亡 案经台北市刑警大队寻宪查出 幕后主持者是所谓的卡神杨慧如 更发现他透过那群组赌注网军 并以每个月一万元代价 要网军发表特定文章在网络上带风向 台北地检署已经在昨天早上 以侮辱公署罪起诉杨慧如 关于这个事件我们两个人要问几个问题 杨慧如进行网络假消息的操作 他的资金来源为何 他的资金来源为何 是否由境外势力提供 是受到写的指示 蔡英文及诸禄代表谢唐廷没有责任吗 他们两位应该向全国的大众讲清楚 收明白各界的疑问 另外我们要求蔡英文必须为这个事件道歉 谢唐廷必须下台负责 第二点这个事件是检调单位认证的网军 李靖堂及其护水组织长期以来 以假新闻假消息带风向等手段操作疑问 但是一直以来只有影射或者口水没有提出外界找不到证据 如今卡神杨一如被台北地检署认证为网军而遭起诉 这个案件只是冰山的一角 民进党应该就此事件向全民道歉 第三点我们要问问蔡政府到底养了多少网军 蔡政府除了农委会曾经以打击假新闻为理由编列的 1450万元议算招募专责小编经营网络 但是就连赖清德也曾经说 盼望蔡总统呼吁网军停止攻击 因为这非常重要 再特别讲一次 赖清德曾经说 盼望蔡总统呼吁网军停止攻击 暂时蔡英文阵营却有操控网军的行为 我们要问问蔡政府到底养了多少网军 便利用网军进行选举的操作 打击竞选对手 蔡总统你也该向全民讲清楚说明白 你到现在也还没有回答赖清德前院长的说法 接着请赖之八位 谢谢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说原来东厂不是虚构的 原来东厂正在进行事 张天青第一棒第二棒就是杨慧如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张天青正在进行破坏台湾的民主 杨慧如就是其中之一 内青的已经讲了 蔡英文的好多网军在攻击他 蔡英文没有回应 他是不是间接的默认 从这件事情看得到 执政党所用的网军带风向 甚至于制造假新闻 是每天都在进行 这个对台湾民主的破坏 巨大巨大又远 这个等于让台湾的民主价值 什么叫台湾价值 就是民主价值已经荡然文准 因为蔡英文财政府 把整个台湾的选举文化 都变成东厂化了 因为他现在是执政的 所有的资源在他手上 我不相信只有一个杨慧如 我认为有N个杨慧如 而且这个钱怎么来 我们要问钱怎么来 他每个月付这么多人 一个月一万块 钱谁给他的 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们高度质疑 这个是他借着 接到政府的某一个研究专案 或者某一个什么案子 采购案 政府的一个什么案子 交给他 他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自己就有公司 他来做这个事情 他来做什么事 带风向 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假新闻 所以我们请蔡总统 特别是蔡英文 自己他把去年的 一二四大败归于假新闻 他现在就是不断在制造假新闻 我们看到太多太多 他讲的量力的数字 他讲的很多的现象 你现在事后都经不起检验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公开的呼吁 谢长廷要为这个外交官 舒启臣的事要负责任 他应该要下台 蔡英文为这个事情 一定要向全国人民道歉 同时我们也呼吁检调教会 误枉误众 本着检察官应有的精神 查到底背后的君主是谁 是不是诚如外界 诸多的揣测 这个其实就是政府的钱 只是用什么方式 交到杨慧如 N个杨慧如的手上 然后在网络上 就大作文章 网络上带风向 做假新闻 那这个才是一个 一个我们未来要追的方向 甚至也有人查到 说这里面可能涉及到 用立法院的IP 那到底是哪一个立委出去的 这个也要查清楚 谢谢 好 下一位请陈毅林首席 好 大家早 其实这件事情凸显出来的 就是蔡政府上台之后的治国无方 治国无方的结果呢 民众的批评 他们不虚心接受 还要雇用网络来带风向 反而是要将我们这些民众 或者是一些民嘴英军 那我给各位看 其实我们从过去这一年多来 一直都在查 一直都在查说这些网络的来源 所以其实昨天检票 终于还给苏吉成 还有游姓的 大家记得吗 有一个太北大学的游姓的大学生 当时被抓的一个公道 那其实杨慧如 大家知道说 在2008年 他就已经担任了 在我们的谢长廷 当时要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的网络的执行长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画面 那之后呢 当然不知道说 他们两个人是 就是有很多的 雇虫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去追查这个资料的时候 杨慧如以IDCC 或者Slow 这样子的一个账号 进去网络里面 他们从2017年的8月29号 就第一次发 当时就有四组 四组的IP address 四组的账号去发 到了我们看到这资料 2018年9月12号 就是苏启臣 保大使 他在9月14号上吊自杀 而这个是9月12号 就自杀前两天 他们总共用了8组的账号 同时间 早上7点44分 8组的账号 当然这里也包括IDCC 同时发了 他其实都已经不忌讳 不相隔几次 他就完全就是直接 完全伺服器都不挂 大拉拉在网络上就带风向 带风向后来 间接的就造成了我们苏启臣大使的自杀 那我想这件事情 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如果他从2017年8月29号 蔡英文执政才一年多 就开始在网络上 有四组带风向 到2018年9月12号 就有八组的账号 而且这些网军 他们都有账号跟伺服器 大家都可以进账号 还有这个密码 直接进去 然后就开始带风向 这件事情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的 就是刚刚我们转召也讲的 到底资金从哪里来 这个钱当然不是杨慧如自己出的 对不对 他要给他这些下限 一个人一个月一万块 所以现在大家说 1450既有另外一个代名词了 就是100000 一个月一万块 一个月一万块 到底有多少人在领这个钱 然后再带风向 然后不只是影响到的是选举 同时影响到的是很多人民 他们都被抹黑 那这次其实这个事件里面 值得注意的是 杨慧如他现在辩护律师是谁 辩护律师就是陈伟仁 他就是之前我们蔡壁仲次长 他在劳顾 他当时在嘉义的县党部 开的律师事务所下面的这个律师 而蔡壁仲北上就职之后 现在陈伟仁就是接手律师的事务 所以我们想想看 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蔡福明 就是IDCC的下线蔡福明 他的辩护律师陈泽家 他就是现任的嘉义律师公会的理事长 目前正在协助陈明文来处理高铁 移施三百万现金的案子 所以大家想想看 这两个律师他来头不小 他律师费很惊人吧 钱是谁出的 我们合理的欢迎可能跟陈明文 跟这个小英脱不了关系 要不然的话是谁出钱 聘这个嘉义帮的律师来帮杨慧如 跟他的下线蔡福明打官司 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不要检掉的调查不要断点 就断在这个杨慧如身上 应该继续往上查他的金流 了解说到底是幕后的黑手指使人是谁 谢谢 好 现在陈一杰委员 我们看到张英文总统执政不利 除了实质上在政府机关有东厂以外 现在在网路上也有隐形东厂 隐形东厂的存在 就是对于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 就用网军1450来群起集中攻击 这是一种用政府之言 整肃一击打击一击的行为 这个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影响非常的大 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 我们看到这个网军肆无忌惮的这样攻击 造成了 我们看不到的例子就造成了我们一位优秀的外交官 因此而轻生造成了一个家庭因此而破碎 所以在英文政府口口声声说要打击假新闻 其实自己才是制作假新闻的来源 我们看到了这种行为事实上是一种带头杀人的行为 这种网军群起攻击一击的行为造成这个很多的优秀的 不管是公部门的服务公职人员或是政府机关或是其他的优秀的这些优秀的 我觉得检调单位不应该置疑侮侮辱公署罪 而是应该间接杀人罪来侮辩 而且我要说这个根本就是蔡英文的政府 蔡政府带头杀人 希望大家我们还要再查说这个政府资源到底有多少的政府资源在其中 之前我们看到荣委会的1450有编列1450万的预算在做这样的行为 那还有我们没有看到有多少的政府用政府的资金大肆的打击一击 然后造成这个优秀外交官的这个亲身啊 蔡政府真是带头杀人 好 请问各位记者朋友有没有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 蔡英文道歉 蔡英文道歉 谢谢大家